南高平花东金房36度高温7日首波梅雨封面通过 中央气象局表示 5日之前各地炎热 今天南高平与花东局部地区仍有机会出现摄氏36度以上高温 6日将有今年梅雨季首波封面接近 北部玉碗降雨机会愈高 7日封面通过时 东北季风将会增强 中部以北与宜兰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花东与南部也有局部降雨 但预估南部雨量不多 主济常说 今年经济成长率可保二出口回温最快第三季 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3日公布3月制造业景气灯号 从2月的黄蓝灯滑落至代表衰退的蓝灯 台经院指出 中国复苏动能存在不确定性 加上外在局势动荡 需求持续疲软 制造业景气仍畜低迷 行政院主济总处主济常朱泽民3日预测 今年经济成长率可以保二 也就是至少有二%水准 至于出口何时回温 他表示 正常情况可能要到第三季 但不会需要等到明年 又15公顿蓝霉遭边境拦截好市多说 停售所有冷冻霉果 好市多冷冻纵合霉 验出A型肝炎病毒引发各界关注后 近期又有一批蓝霉验出病毒 约15公顿产品遭边境拦截 卫福部食药署3日表示 即起至6月2日 暂停好市多从美国进口霉果类产品 包括草莓与蓝莓与黑莓等 好市多表示 验出病毒的冷冻蓝莓并未流入市面 目前已停止贩售所有冷冻霉果商品 并停止所有进口申请 也针对曾购买2024年2月24日 与2024年2月25日 校企冷冻蓝莓商品的会员 主动发布通知 请会员至卖场办理退货作业 另外 自日本进口草莓因农药残留违规 多次遭边境拦截 日方因此向台湾申请开放 两款农药的残留容许量 石药署长吴秀梅3日说 正与农委会跨部会讨论 征求专家意见 最快二周内预告 国防部说 陆设舰2飞弹车9日交付陆军 F16V首架研制明年第三季出厂 国防部3日表示 由中科院量产的陆设舰2防空 飞弹系统去年一年度计划量产 19辆机动在台 飞弹发射车 经参数调整及实施多次 限定验证 今年4月底复验合格 预计规划5月9日会验交军 至于空军队美采购的66架F16V BLOCK70战机 国防部表示 原规划首架于今年第四季出厂 但近期接获美方通知 因疫情影响供应商 出厂时间改为明年第三季 但全案仍将依齐乘于115年底全数交击 美台国防目标 美退江说 采相同自动化指挥系统链接网路武器 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3日举行 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访团参与论坛交流 前美军太平洋陆战队司令与退役中将鲁德表示 美台终极目标就是共同操作 共同作战图像整合 进行不同任务时 可透过同样的自动化指挥系统 C4ISR沟通协调 链接网路武器系统 经委航太董事长罗正芳呼吁美方除深化合作 也能转移无人机技术 让台湾能在危机时自给自足 汉翔董事长胡开宏也表示 期望美方支持台湾自主开发下一代战机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台湾升至35名中国倒数第二 无国界记者组织3日发布 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北欧国家再次名列前茅 挪威与丹麦和瑞典排名前三 中国与北韩分别为倒数第二与第一 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记者表示 当前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以来 对新闻媒体管制最严苛时期 有超过100名中国新闻记者仍深陷淋雨 至于台湾今年的排名上升 三个名次来到第35名 领先南韩与日本 但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表示 并非台湾媒体环境有所改善 而是其他国家变动下滑 中国修反间谍法国安局提醒注意 附中风险与手机内容孔被拦查 中国日前修订反间谍法扩大机密范围 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 与针对国家机关与设密单位 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 网络攻击等行为定为间谍行为 国安局三日试警 必须注意修法是否影响台商与外商 与记者及维权人士前往中国可能产生的风险 将持续注意是否对两岸交流产生负面影响 也提醒民众注意 手机内容可能在进出中国海关时被检查 中国半导体企业近两年倒闭近万家 未来形势更严峻 受全球半导体景气欠加及美国带头科技围堵冲击 中国2022年申请注销登记的半导体企业达5746家 较2021年的3420家大增68% 报导指出 中国半导体业受经济衰退与消费萎缩影响 面临不景气 再加上美国持续对中国半导体业技术与设备进行管制 中国半导体业恐将面临比过去两年更严峻的形势 中国如今还有17万多家晶片企业 预估2023年消失的半导体企业会更多 可能更快进入大规模淘汰阶段 特派现场 乌克兰文青曼弥自制万岁备章 与台湾分享民房训练经验 31岁的乌克兰人安德烈最爱设计日式绘图 IG满是东洋风画作 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后 他放下画笔改持步枪 加入民房营训练 有感于台湾与乌克兰命运相细 安德烈受访时别上自制万岁不值备章 据细米仪分享民房守则 闪灵新歌护国山或葛莱美节目推荐林长左说 让全球看见美丽台湾 闪灵乐团今年推出的新歌护国山入选美国葛莱美奖 Global Spin节目的5月主要推荐 成为台湾首组登上葛莱美奖节目的艺人 Global Spin是美国葛莱美奖制作的音乐节目单元 每月推荐来自世界各国的歌手新曲 这次独家播出闪灵护国山大港开唱实况演出影片 团长叶湘怡Doris表示 这是Global Spin第一次主推重金属歌曲 就是来自台湾的闪灵 我觉得很荣幸 主唱林长左Freddy也表示 希望能借由这次机会 让全球观众看见美丽的台湾 开箱老照片台大陆明堂的前世今生 台大校内的陆明堂承载了许多台大人的回忆 陆明堂的前身是乔务委员会所建的乔生活动中心乔光堂 曾经是每年双十国庆接待归国乔包的主要场所 同时也是文化活动集会的重要场地 1996年乔委会签出 台大将乔光堂收回使用 引用诗经 小雅的陆明篇 更名为陆明堂 由于乔光堂建筑老旧 一度面临拆除命运 经过校友发动抢救 2018年陆明堂以原名乔光堂或文资身份保留 未来将修复再利用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见